娱乐圈 娱乐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圈子,平常我们看到那些光鲜亮丽,获得过多少假象的明星,其实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。 就比如说在这个圈子有不少男星有色生子,有的是因为一级一见倾心而后,产下两人的结晶,之后又因为某种工作,性格上的原因最终分手,导致他们的子女生下来,就没有机会享受和平常人一样的家庭的温暖。 也有的明星非常直接就单纯的,是为了繁衍后代而已,就比如谭永连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 说起谭永连大家都不陌生,著名的香港男歌手,直到至今演唱的精尖歌曲无数,1981年推出的新章集忘不了年,却得了优异的成绩,还奠定了谭永连在香港乐团一线歌手的地位。 除此之外,他还在影视界闯出了一番自己的事业,1981年评《假如我是真的》,获得第十八届泰安电影最佳男主角,那时的谭永连才三十一岁,他的一铃可以说横块了五个年代。 在1974年的时候,谭永连和杨洁威彼此就已经结实,两人产生感情后,1981年,两人在拉斯维加斯正式注册结婚。 那时候谭永连在娱乐圈才刚有些名气,不过可惜的是夫妻二人结婚多年来,杨洁威并没有为谭永连生下子女。 后来1991年的时候,谭永连碰巧在自己的歌迷聚会上结实了朱永连,时间长了之后,两人互相萌生了爱意。 在1996年朱永连,为谭永连生下了一个儿子,取名谭小峰。 这个时候谭永连并没有与妻子杨洁威威欢,而后和朱永连产生了关系,但是朱永连非常民事理,没有去打扰到谭永连的私人生活。 这也让谭永连非常内疚,同时也让他对这个资深子谭小峰格外的宠爱。 谭永连儿子谭小峰,单从颜值上看,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,非常帅气。 之后,谭永连将二奶朱永连转正之后,本来的结发之妻杨洁威可儿前心修缩,发生这种事。 情想来,杨洁威肯定是伤心欲绝。 现在谭永连的儿子已经长大了,和年轻时候的谭永连非常相似,学习成绩也非常好。 2011年谭永连把儿子送到了英国读书,据悉海里拔尖的身份,报考了牛津大学,令身为父亲的谭永连引以为容。 这样一来,虽说谭小峰是私生子,但是作为父亲的谭永连,并没有让儿子缺失了父母的关爱,反而把儿子宠了上了天,但作为同样是明星私生女的小龙女吴卓林,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。 成龙,中国著名的武打功夫明星,人气可以说,已经火了到了国外,出演了无数优秀的影视作品。 2018年美国福布斯公布《2018年全球名人收入榜》,成龙排名59位,是唯一上榜华人,但在事业上丁丁日上的成龙在感情生活上就没有这么美好了。 成龙的妻子是林凤娇,大家应该都清楚,婚后两人有了一个儿子,房祖明。 之后在1998年,成龙与吴启力巧合相识,第二年的时候,吴启力为婚怀孕生下女儿小龙女吴卓林,生父就是成龙,苦来由于某些原因,吴启力决定独自扶掉女儿长大,搬到了上海定区。 现在的小龙女吴卓林已经成年了,但却被媒体爆出女儿在大街靠捡垃圾为生,看起来非常的凄凉。 关于为什么成龙不认自己的女儿,成龙之前曾经表示,无法面对这对母女,也不会给小龙女留下什么,更不会认亲。 早在2017年的时候,问到吴启力是否接受过成龙的资助,他称这十几年之间,未受过成龙任何恩惠。 吴启力还怕透露到女儿曾问为什么别人都有爸爸,自己没有爸爸。 吴启力向女儿解释,你有的东西别人同样没有,不要和别人比较。 这两位子女同样是明星的私生子,却又完全不同的遭遇,令人感慨万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